及水果爆 木瓜篇 你是不是曾好奇过 为什么木瓜牛奶没有马上喝完 久了就会变得苦苦的 甚至整杯木瓜牛奶会凝固像豆花 变得不好看又不好喝呢 原因就是木瓜中有能够分解蛋白质的酵素 木瓜蛋白酶 当木瓜蛋白酶碰到了有丰富蛋白质的牛奶时 就会开始分解 产生苦味 而且牛奶中的落蛋白遇到木瓜的酸 就会凝固结块 产生像豆花般的块状物 不过不用担心 只要把木瓜加热或是多加一些冰块 就能延缓或是避免苦味和块状物的产生 虽然木瓜酵素会使牛奶变苦或结块 但如果把这个酵素应用在料理上 就能变成软化肉质的好帮手 下次腌制肉品时 可以试着加入木瓜 让肉变得又软又好吃 好物 只卖好水果 立即上毫无事急 或播0223621968 我是赵浩康 曾献吟在主持大型记者会及公投说明会表现优异 是个难得的斜杠人才 写了两本书 参与公共事务 关怀动物权益 他是台大器人所毕业台积电卓越工程师 台北市大安文山议员电话民调 请唯一支持 曾献吟 股市震荡 不败投资数在哪 群益日日扣 小资族高效投资数 自动低点加码 高点停力 强化定期定额效益 两千元买两档基金 小钱也能变大钱 中生零手续费有回中 请播02 2706 9777 群益投信 投资一定有风险 基金投资有赚有赔 申购钱应享乐公开说明书 走路狂狂 别弄啊 你需要提升行动力 我是圣昌制药李威柱博士 对凭顾官示针 通过国际认证及76年制药经验 内含 挥入萃取 护糖胺 暖骨素 胶原蛋白 四种灵活元素 滋润保养超有感 登上百月不是梦呢 顾官示针 陪你逆转人生 全台屈城市大树药局 及圣昌合作通路伴售中 声势可可报新闻 听见全世界 每分每秒都陪伴着你 全世界news98 98新闻台 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这个美国十年齐国在直律 居然已经冲上了2.8了 已经快到刚才 这个之前我们 现场来宾 投家日报 孙雄总监的 三趴地狱之门开启 吓死人了 吓死人了 地狱之门真的开启了吗 这个大连刀要拿出来刷 刷韭菜了吗 那个大连刀 大家都知道我讲 那个大连刀是什么 对啊 知道了对啊 这个 确实了 三月十年齐国在直律 整个三月以来是快速上升 三月初才1.72 到三月25号 到2.48 目前已经突破2.8 我创下三年来最高 然后呢 三年五年七年十年期的 国在直律率呢 从2018年11月以来 从来没有超过3%的 两年期的这个直律率 3%是20 甚至是08年6月 雷曼风暴以来 没有超过3% 就是两年期 08年以来没有见到过3% 那这一次会不会呢 我跟各位讲 非常有可能 为什么 因为20年期的 美国国在直律率 在上周已经突破3%了 因为我们刚刚讲 三五七十还没有突破 但是20年期国在直律率 已经到3.01 这是创下2020年5月 这个美国财政部 恢复发行 这个20年期国在直律来的 历史的一个记录了 所以你觉得 我们现场是 投价日报孙庆龙总监 那庆龙你觉得 这个什么时候会超过3% 你刚刚讲会嘛 什么时候 就5月份嘛 5月就要超过3% 因为其实国在直律率会 飙升 其实代表的是 国债的价格在大跌 那国债的价格在大跌 就表示市场现在 买国债的人比较少 卖国债的人比较多 那过去其实连准会 透过这个QE的政策嘛 大家知道QE就是印钞票 它就是透过向市场 买卖债券的过程中 向市场注入这个钞票进来 那5月份应该目前 没有太大的问题 应该他们就会开始缩表了 所谓的缩表 其实就是不只不印钞票 还要向市场回收钞票回来 那他怎么回收 其实就是不买债券 甚至还要卖债券 卖债券的过程中 就是一手卖债券 一手把市场的钞票给回收回来 所以未来只会有更大的卖盘 现在为什么会大跌 其实债券为什么会大跌 也就是大家抢债 连准会卖债券之前 先来卖嘛 因为之后连准会 5月份会开始卖 那当然其实 为什么我们说3%殖利率 叫开启第一支门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逻辑 就是假设 因为美国政府债券 是全世界最安全的资产 它几乎不会有破产的危机 不会有任何的信用的风险 那所以一旦美国的10年期公债 它都有3%的殖利率的时候 那国际的资金 在做一些资金的调整的时候 他们就觉得 我买美债就好了 干嘛去买一些有风险性的资产 那我先前用节目中 有跟大家用台积电为例 就是台积电现在目前的殖利率 大概在1.9%左右 那同样投资台积电 台积电是好公司 但是美国公债 也是一个很好的商品 所以对于国际的资金来看的话 他们觉得 那我这时候去投资美国的债券 它至少就有3%的殖利率 那相较于风险性的资产 他们会觉得更加的妥当 再加上还有一点 会推升后续的一个美元资产走生的 就是升息的一个状况 因为大家知道 其实联准会或者是央行 透过升息 它其实会带动那个当地国家的货币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目前其实 联准会虽然3月份已经升息一码了 但是因为我们看到最新所公布的 美国的CPI就是通货膨胀 那是吓死人 吓死人8.5%的 非常惊人的这个通货膨胀率 所以变成接下来的一个升息的动作 目前市场的普遍的预估应该光2022年 现在目前市场的预估值大概最大的是会落在升息10码 会升息10码 所以换言之现在才3月 所以未来可能从4月5月6月之后 可能就会加速的升息 那美国联准会一旦加速的升息 那就会造成美元更加的强势 那所以就会造成非美元的一些资产 就会在一段时间内会成为提款机 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两个礼拜 其实很明显的可以感受到 台股是呈现所谓的股汇双砂 所谓的股汇双砂 今天汇率又破底了 首先先来谈汇率好了 新台币 今天新台币突破了20 扁破了29.2 这个其实很快 我记得才年初的时候还在28以下 现在已经来到29点 年初27块半 对啊 就2928以下 然后就这段时间不断的在扁 那新台币为什么会扁值 其实就是外资汇出去的这个状况 就是所以这个就造成新台币 那外资为什么要汇出去 他们要回流美国 所以为什么要回流美国 是因为他们预期美国要持续的升息 升息 所以它就会造成美元货币的强势 所以这个就是汇市出现了一个蛮大的一个贬值的压力 所以也造成了这部分的一个资金的移动 那第二部分其实就是股汇双砂的股嘛 股其实也蛮明显的 今年以来 外资以及卖超台股超过6000亿了 超过6000亿了 那它会这样子的卖的动作 也是也要做一些资产的一些配置的一些调整 所以我觉得现在目前看起来 其实在短时间内确实台股会面临到这样子的一个修正的一些压力 但是这个修正的压力会到什么时候 其实我个人是很老神栽栽的 我觉得套一句金管会主委黄天幕今天讲的 六狗理论 这我过去也长时间在文化歌节目中讲的 六狗理论就是欧洲股神科斯特安宁 他不断的在中期他65年的投资经验中 他得出了一个心得 这心得是什么就是基本面跟骨架的关系 就好比主人跟小狗之间的关系 然后主人带小狗到公园里面去溜 小狗会到处乱跑吗 他可能看到一些好玩 他跑到比较远的地方 看到一些惊吓了 他可能跑到后面的一点的地方 但是小狗不管再怎么跑 他一定会回到主人身边 那我觉得现在的台股 我也看到这样的状况 但是我不会把它整体来看 我会把它分族群来看 狗也分很多种 有些狗脾气很倔 你怎么拉他他都不回来 你知道那个柴犬就脾气就撅起来的时候 他就蹲在地上 你怎么拉他都不会动 我跟你讲 你小心 柴犬很有个性的 听说那个同样在教育狗啊 就是如果是那种黄金猎犬 你凶他命令他蹲下 他就会乖乖的蹲下 但是如果是柴犬 凶他叫他蹲下 他搞不好会给你反托 所以狗也很多 你看你是什么狗啊 你最好是黄金猎犬 因为我养过黄金猎犬 很乖 真的很乖 很乖 听话 黄金猎犬超可爱的 你带他去公园 他会去抓小鸟 他跳到那个水池里面去抓小鸟 对啊 还不错 那看柴犬突然你养了什么狗 他可能是养黄金猎犬 不是养猜犬 对啊 你小心一点 对 如果是猜犬你就死了 好 那 不管啦 至少不是养猫啦 养猫的绝对回不来 对啊 那我要讲的其实 我能认同 但是我觉得台股 目前其实就有这样的状况 就是 主人跟小狗 像目前确实是有看到一些产业 小狗跑很远的 比如说 像上个礼拜 我们不是有提醒大家金融股吗 金融股其实 它不止股东人数 在上个礼拜 我们礼拜一的节目中 就有跟大家提醒说 它不止股东人数 创了 快接近六百万 创了历史新高 甚至我们在检视 这个 它金融股的一些 获利的状况的时候 似乎有感觉到 好像还跟不上 这个股价的走势 所以我们看到 过去这一个礼拜以来 金融股确实是面临蛮大的一个压力 这个是什么 你上次不是讲说 四月唯一亮点金融股 四月唯一亮点金融股 但是我们那一集的节目 是提醒大家小狗 它金融股已经跑得太远了 你有提醒大家台积也不能买了 都不能买 因为全部都到昂贵价了 都已经到了昂贵价 那现在跌下来 你觉得金融股可以进了吗 嗯 就会开始横盘整理嘛 对 还是横盘整理 再跌一下嘛 再多跌一点 因为金融股它 它有整体的大环境的好处 那台积电越跌越美丽 现在可以买了吗 哦当然可以啊 我现在就一直在买台积电的 等一下我们先来讲 一直在买台积电 你每次买几张 你自己说 没有我们先一步一步来解决我们的主题 第一个是金融股的部分嘛 那金融股的部分 我觉得先前是因为小狗跑得太快了 对啊 然后当然它整体是有利的 是因为我们国内的研究机构 有统计过啦 就是美国联组会每升息1码 会对国内的整体的金融业 提升42亿左右的获利 那如果未来联组会升息10码 那就是400多亿哦 那其中受惠最多的是落在赵峰 赵峰银行 然后第二名的是玉山金 玉山银行 第三名的是第一银行 第四名的是台北富邦银行 所以我们看到最近的先前啊 股价的涨幅比较飘悍的 其实就是落在刚才讲的赵峰金啊 玉山金啊 这第一金也哇快逼近30块的关卡了 但是但是我们去检视这些 这些金控公司 他们前三月的获利啊 其实都亏损啊 没有亏损啊 负成长 那个比去年获利负成长 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 大家一起来 E-Count ERP1500 会计管理 E-Count ERP1500 老虎 老虎 有人说他养的就是柴犬 德国牧羊犬很聪明的吗 Linda你养柴犬哦 那你的狗脾气很坏吗 没有啦 我是在问他们说 大家觉得自己养的是什么样的狗啦 就是大家自己手上的股票像什么狗啊 他说他觉得他养的是柴犬 他不是那个法国斗牛犬 法国斗牛犬很笨 听说很笨 很笨吗 笨笨的 黄金猎犬其实蛮聪明的 而且他很可爱 舌头很长 但是笨有个好处 就是你欺负他他会忘记 哈哈哈哈 这也是他听不听主人的 我们有直播啊 你不要爱狗人士 就会跟你抗议 他就给你那个啊 像我有养两只猫 一只是苏西 一只是嘎咧 嘎咧就很笨 然后但是常欺负他 他就会被忘记了 然后他还是跟你很好 那另外一只比较聪明 就会记仇 对啊 他找机会来报仇 然后你可不可以七年以后再打给我 我现在在广播中 好好好 哈士琴 然后落水口 哈哈 卡兹又化矩命了啦 哼哼哼 哼哼 什么 我是自己玩的 看到你 比特犬其實也蠻可愛的 比特犬是怎樣啊 比特犬蠻可愛 羅威納很凶狠耶 猛犬耶 比特犬是之前的新聞 很凶的是不是 會咬死人 他是非常兇悍的 是喔 對 非常兇悍 對對對 咬死人那個就是比特犬 對 很恐怖 那老劉說他的股票是比特犬 那就飄漢喔 哇塞 很兇悍是不是 哪一隻啊 裝翻了 東檢吧 哇哇哇哇哇 九八新聞台 FM98.1 財經一路發 我是阮木華 剛剛我們有那個朋友在留言板上說 考慮可以開始要買進TLT喔 我覺得TLT可能還是早一點喔 因為TLT可能現在目前還在一個碟市之中 我個人是這樣覺得啦 如果真的要買這個 美國國債ETF的話 你倒應該去考慮一些短 比較短天期的吧 就像那 IEI SHY 這些 可能這個三年的七到十年的齁 這些比較短天期的 他們最近已經比較明顯有止跌的 開始要好像要回升的一個情況 這短天期的應該會先止跌啦 但長天期的 恐怕可能跌市還沒有 還沒有告一段落 我個人是這樣覺得啦 好 那我們繼續來請教投家日報生意總總監 好那 剛剛我們講說你要一個一個講嘛 金融股然後半導體對不對 對 金融股還沒講完 對啊 請繼續 金融股其實現在目前最大的一個狀況 就是小狗跑得太前面了 要等待主人跟上 那我上個禮拜有稍微幫大家統計了一下 就是因為我們金控公司 每個月都會公布他上個月的獲利嘛 所以我們就可以即時的更新 那比如說像玉山金前三月的EPS是0.32元 但是法人今年的預估 玉山金會來到1.7元 所以如果以這個 因為前三月就已經相當一季嘛 所以你要換算成一年大概乘以4 大概就可以知道他現在目前的獲利進度 是不是有符合法人現在前前的一個預估值 所以如果以玉山金前三月只有0.32元 所以乘以4其實是不到法人今年預估要1.7元的獲利 那合庫金前三月是0.32元 那法人預估今年要1.8元 所以他乘上4其實也不到目前的這個該有的一個進度 像兆豐金前三月是0.44元 但是法人預估今年的兆豐金有2.12元的獲利水準 所以乘上4好像也只有1.6 1.7 還不到那個法人預估的那個一季該有的一個水準 那比如說像第一金0.38前三月 那法人預估是1.72元 所以也不到法人該有的這個獲利預估的這個值 然後華南金前三月EPS是0.28元 那法人預估今年是1.49元 所以看起來小狗確實跑得比較快 要等待那個主人他的獲利要跟上來 那主人獲利跟上來其實就升息 我們剛才不是有講嗎 就是研究機構預估每升息一碼可以增加42億的獲利 那如果未來升息10碼 那整個銀行的獲利就會開始起來 那起來之後再來去檢視他當時的一個股價 是不是符合他獲利的水準 所以我覺得先前我在看金融股是真的有點感受到 有點像是一年前的台積電 就是因為當股東人數這麼多人的時候 大家都在封金融股 就為什麼大家會封金融股 是因為金融指數創了1995年來的最高點 然後股東人數不斷的進來 然後大家都每天都在漲嘛 所以大家就會很想要去封金融股 然後一定有很多的利多訊息進來 那就很像一年前的台積電 全民封台積電 結果一封他去 為什麼那時候台積電從200多塊漲到600塊 大家覺得哇不買台積電對不起自己的荷包 結果買了之後就感受不到台股有多頭 現在台積電後就在600元這邊 橫盤的整理的好長一段時間 等待什麼等他等他的獲利跟上來 那金融股也會面臨相同的狀況 他的股價已經跑到前面去了 所以要等他獲利跟上 那所以要獲利他基本上 我認為金融股的獲利一定會跟上 因為整個大環境其實就是有利於 除非啦除非是有踩到什麼地雷 那國內的一些銀行可能踩到地雷的 呃就是可能有有有有有 有一個比較大的就是俄羅斯的那些債券 因為最近很多的債券都爆發了 金城銀就十幾億了 對啊就應該不只金城銀 對金城銀只是勇於任列 勇於任列虧損這樣子 所以金城銀就很明顯他三月份的獲利就 由銀轉虧 你看一個踩到地雷的這個俄羅斯的債券 就由銀轉虧了 畢竟他的這個規模比較小啊 那他也勇於去承認他的錯誤嘛 那最近還有什麼 慾戀神功必先志功 哈哈哈哈 今天一直在講這個 對啊還有最近還有什麼 斯里蘭卡的國債也破產了 我不知道有沒有踩到斯里蘭卡 今天最新消息說尼泊爾說他的外匯儲備 大概在幾個月就要用光了 哇大家都沒有了 林泊爾已經沒有錢可以再去買那個進口的東西了 沒有外匯了 因為他們現在沒有觀光客嘛 所以他們這些賺賺觀光客的賺美元的就會壓力很辛苦了 那當然就這個 我們國內的金融機構佈局就是全世界嘛 那看除非他們有踩到一些地雷啦 不然整體的獲利應該是會緩步的上升 那緩步的上升 股價已經走在前面了 所以我覺得現在投資金融股 我覺得大家不要有過度的這個期待 不要那種再認為他這個半年以來這樣的漲幅會再複製 我覺得難度真的非常高 而且真的非常高 因為擴力根本都已經跟不上了 那現在有金融股的人就要把他出光嗎 上禮拜一應該聽我們的節目應該要跳成線的 現在再來問我不知道了 那現在可以買什麼 現在跌下來了我不知道 那現在你覺得現在越跌越美麗是什麼 哦對那金融股的小狗跑到前面 但是我發現很多電子股的小狗是在後面 被嚇到跑到後面去了 小狗可能遇到壞人了跑到後面去了 然後主人還在前面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今天的黃天木就是今晚會主委 黃天木會講這個六狗理論嘛 主人跟小狗 我覺得他應該叫委屈的是台灣的一些金融 台灣的一些電子股 他的這些小狗應該要慢慢的回來 不要離主人太遠被嚇得太遠了 那當然電子股他有他的一些 很多外在的一些因素可能導致他的一個狀況 比如說像現在很多研究機構都大幅的下調這個手機的銷售的預估 比如說光中國好了光中國今年好像被砍單的智慧型手機 下單的量就高達1.7億只 然後很多都是來自於聯發客的客戶的 那這個訂單消失了嘛 然後當然手機這個業務消失了 應該說訂單的被砍單 那自然就會反映在這個股價的修正上 但我要跟大家強調就是很多時候的這個 他手機被砍單 他只是遞延消費 他不是需求不見 有些東西你現在不消費以後就不會消費了 但是有一些東西是你現在不消費 以後你還是得回過來消費 那我認為手機確實是這樣子 手機是你現在不消費 未來你還是得消費 你現在不換金 因為現在可能有通膨的壓力 現在每加個油多了幾百塊 吃個麵多了幾十塊 然後做什麼事情都多了幾十塊的時候 你自然而然就會覺得手機能用就用 但是我覺得他用到一定的時候 他還是有換機的需求 所以我剛好這一波的這個 電子股的這個下修 有一部分是在那邊調整這個 手機的庫存或砍單的狀況 那另外一部分還有一些半導體的一些 供給跟需求之間大家所擔憂的部分 那我覺得這些都有影響到 不過整體來講我覺得今年啊 今年其實我講2022年 年初的時候我就跟大家講 今年的行情 因為今年是虎年嘛 然後我形容今年的虎年 不會是虎虎身風 也不會是虎頭蛇尾 也不會是虎爛的一年 而是不入虎穴 焉得虎子 就是今年的行情波動一定會加大 因為太多的外在的因素 所以在這樣的外在因素中 投資人要怎麼樣創造出超額的利潤 當然就是當有股票在跌的時候 當小狗跑遠的時候 你去買一些 風低要敢買 而且要買你覺得好的公司 那好公司的條件兩個嘛 營運成長 股價 營運成長財務結構健全 講兩檔現在電子股可以買的 好啊 台積掉 還有呢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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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時間快到了 30秒了 再講一檔吧 你覺得可以買的是什麼 可以買到 我覺得 電子股裡面有一些 封測的公司 封測 日月光 女性維他命首選 為體康 歐洲級亞洲原料 醫藥級B群 和高單位活性B12 能力極吸收 解決貧血症神經痛 為體康 維持身體健康 去城市康師美藥局都有賣